你现在收听的是原创Shokcast内容 Shok 鸟是生飞 嗷嗷嗷 到底有大意习 多爱吗 想发音收听 鸟是生飞 我是家军 我是金鱼 我是真伟 我们是小叮当家族 是的 我们今天整集就将来录节目了 是的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鸟是生飞 日前在行动管制令的时刻 我们的妇女妇就推出了一个指南 就是讲说因为行动管制令期间 大家都会在家 老公老婆 对着你 老板也不是相亲相爱 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摩擦发生 所以妇女部就推出这个指南 等下跟大家讲 等下跟大家讲一下 主要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就是 相爱容易 相处很难 所以其实今天 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 就是因为之前在中国的时候 就是在中国实施这个行动管制的时候 这个离婚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也非常的体恤人民 他们也怕人家离婚 所以他们就出了一个指南叫老婆 如果老公的语气不好的话呢 就要用Toremon的语气去跟他好好讲 而且他们也推出了一个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平时是一个很爱化妆的人 然后我今天在Go from home 如果没有化妆的话 我会有一种惰性 我觉得化妆上班 其实也是算不错的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为什么你这么想要这种东西呢 可是我一刚开始 他post那个东西出来说 你们可以在家穿好 就是工作的衣服 然后化妆的人 其实我看到很多女生 是觉得他们需要这一点 他会说如果我这样子的话 我才有那个心理准备去上班 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 你不需要这样子做 所以你们觉得呢 更近于你自己粉身呢 你自己在on air的时候 自己有没有化妆穿美美哦 我本来就没有哦 怎么办 因为我们的公司是很casual wearing的 所以对我来讲 有没有那个打扮 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样你有用Doremon的语气 跟你老公讲话吗 开玩笑的时候有啦 这个指南出来之后 我有玩过来 可是我觉得很恶心耶 我觉得我老公没有打我 已经很好了耶 对我反正觉得 这个指令起来过会变成家暴会 家暴率会提升你懂吗 跟离婚率可能会更加催生那个离婚率 离婚率你懂吗 就是谁能受得了 你看我们刚才讲话 我高音频 哇真的是 就是有人在我面前我真的是 呀爸呀爸生哦 真的是 应该都想上我们两个 而且哦 这个指南一推出之后哦 其实不止我们马来西亚人 可能我们的那个建赏的力量那么的高啦 其实呢外国的人他们对这个也可能建赏能力没有很好啦 所以变成说大家都在笑我们的妇女 包括像是我刚找的指料啦 包括像是一些中国的媒体啦 他们的媒体啦 Saudi Arabia的媒体啦等等等等都在笑我们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这些外国媒体他们的建赏能力不太好 而且马来西亚的Doreamont的配英零马来语的 他就是那种 你想一下香港人 你想一下香港人那个广东话的是怎样的 是呆红啦 是有老人家的身体你明白吗 所以对他来讲 变成很可笑我觉得 对于你来讲 喂老公 是法罗 好啦好啦 反正其实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就是 我们之前过往的这样长的一个管制令 接近一个月的管制令 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跟家人或者是你的另一半相处的时候 或者是你有没有身边的朋友有跟老公 或者是家人相处的时候 会有一些摩擦还是会变得更好的 你们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就访问了三批人 妈妈 第一批就是第一批我们可能不先 可能大家会想到是情侣先 同居的情侣 但是我好我觉得很惊讶的 因为我这个朋友平时呢都会跟他男朋友就是吵吵闹闹 这样他每次都跟我讲他不爽他男朋友这边不爽他男朋友那边 反而这一次的管制令他们两个的感情是升温的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你在家里到底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感情会升温呢 他就说可能早上大家可能还要从家 就是大家可能还要处理一些公司上面的事情 可是不像之前那样的多 不像我们新闻有那么多东西要去做 所以他们就反而只是做一些conference meeting啊 之类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可能心情上面比较放松 所以他就可能跟他的男朋友看看戏啊 然后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东西 因为他男朋友喜欢看小说去看小说 而他喜欢玩game就玩game那样子 所以变成两人其实并没有很多的摩擦力 这是我很惊喜的地方 因为平时两个都吵架啊 可是这次反而感情还ok 就是没有很大的吵闹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夫妻咯 那夫妻的话其实他们是新很新奇 而且他们讲他告诉我的是 就是他们第一次那么长时间两个人相处 因为之前的话都会有很多的家人啊 在旁边这样子 大家说斗嘴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很繁琐 或者很小事情都会在斗嘴 可是大吵架倒是没有 反而我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家人 对反而是家人 可是他平时已经不爽他的那位家人了 他叫我不要特别讲他是姐姐 还是哥哥 他是弟弟妹妹 但是他跟我讲说 他这次跟我讲说 他其实平时这位家人 在家里面已经是很懒散了 就是说可能 比如这次的情况是 因为他父母亲都已经蛮大年纪了嘛 所以行动管制定期间 他们就需要一个人出门 可是家里面就只有他跟这位家人一起 就是两个比较年轻的一辈子 就留在家里 可是你知道他这个家人 他是一家里的电费水电费他没出 然后家里的那个买的那些菜啊 日常用品他也没出钱 没有关系 我朋友讲说你没有能力 或者是你没有想要给 我不怪你 但是你知道他每天睡到几点吗 你们菜家睡到几点 两点下午 是下午三点 可是他会觉得说你没有工作 但是你不需要嗨这样子 因为煮饭啊家里的就是打扫啊 连出去买东西他都没有做到 他就在家里面嗨 所以他说那时候他就会 他会很生气就想要骂他 可是他家长就会跟他讲说 你不要这样生气啦 你忍他一下啦 都是我们常常在家里面 是这样子的啦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反而我最惊讶就是 竟然是家人在吵架 其实我快惊讶的是 当刚刚一开场的时候 家俊不是有提到说 中国的离婚率在这段时间 有提到的 我就冒出很多的问题 我在想 平时大家都在批评说 我们当我们就是在正常生活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东西做嘛 对不对 比如说 part time啊 social啊 entertainment blablabla 根本就没有时间给 所谓的另一半也好 还是给家人嘛 既然如果在 这个所谓的行动管制令的时候 我们多了这么多的时间的时候 不是应该可以让我们彼此的感情 会更好吗 因为已经多了相处的时间 所以当我一讲到说 因为你看 平时的时候你就会恐怖 你每次都没有时间给我的 每天都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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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每天跟朋友玩玩出去 什么什么 但现在多了 为什么会离婚率又高了 这个我可能有点挖不着头 这个我其实就有看新闻 和看一些研究的分析 他就其实有讲说 主要是因为大家平常 因为平常相处的时间 可能上班啊 回到来可能只是对了三四个小时嘛 但是呢 当现在你可以二十四小时都对着的时候 你很多的人的pattern啊 或者是一些缺点啊 或者是一些整洁程度等等的东西 你都放入在对方的面前 所以就开始就说 哇 为什么你这样脏了 为什么你脾气这样臭的 这个时候就会引发很多的吵架 才开始觉得说 其实好像不是主要的那一个人 其实这个东西也发生在我朋友的父母身上 就是真真切切的在发生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夸张 我们其实对已经结婚大概三十年代 一对夫妻 是老夫老妻五十多岁了 然后呢 有一次老公呢 因为老公就在 就这段之前的段时间没有工作就在家 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包括拿一个不懂什么东西来磨刀 忘了是什么东西 就拿一个很奇葩的东西在磨刀 然后他老婆看到了之后 他老婆就问他 诶 怎么你拿这个磨刀的 他好像不是拿这个的哦 他老公直接 因为可能对了很久 语气就飙升 就给他讲说 什么 我这个东西 就很大声在试着他老婆 他老婆听到之后就不爽了 就很不爽 然后就一直在念念念念念念念 在冲凉房也在念念念念念念 很大声 然后到最后他老婆就落下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很夸张 他老婆就讲说 每次终于骂骂骂骂 离婚啦离婚我要离婚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其实所以 应该不是认真的 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开始有冒出这样的一个想法 他觉得说他 因为过去二十八天 待在一起的时候 他觉得他没有自尊 一直被老公在骂 所以无形中就会觉得说 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发生 或许真的有几次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 他很难讲 会一直整的我这样子 To be sorry的讲一句啦 我真的觉得说 人好像蛮犯贱腻下的 就是以前没有的时候 你看各自都会觉得 你都很忙 没有抽时间给我啦 我们要见一面都 现在反而已经有这个时间啦 给你了 其实因为对我来讲 我某个程度 我蛮厉害 那个行动管制力的时间的 你懂吗 因为我觉得平时真的是忙到太够力了 你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 跟你的家的沙发 电视机啊 做这个关系 你懂吗 所以过往我是蛮开心的 就是因为有这个时间 但原来对有一些人来讲 可能刚才综合了 请你们讲的这些例子 过来我觉得 那时候你会觉得 太多了 对到我要补了 我要补了 所以怎样的 所以我只能有五个字来总结这一切东西 距离产生美 就有些东西还是要保持一点的距离 特别是一米哦 一米就可以更美丽 那现在还是不老实哦 那其实呢 我们很长很长都跟大家讲说 有什么例子呢 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跟我们分享一下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官方脸书呢 就是鸟是生飞 或者送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greeorna.exam 那现在呢 其实除了 大家可以玩这集反载啦 可以说一下那个 拿沙发去的中啦 可以或者是 用Doremo的声音 跟他们讲话啦 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 好好的休息 或者是好好的睡觉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就做了 行动管制令版本的 泛气功心 你有空半聊耶 泛气功心 泛气功心你好 我是家具 我是金鱼 我是 我是非常忙的剑尾 我也是很忙哦 我也很忙啊 OK 那昨天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除了 像我刚刚讲的一些活动之外 你也可以 睡觉也是不错的 因为呢 根据专家的研究显示呢 如果你有足够的睡眠的话呢 你的那一个抵抗力是会提升的 万一你是不够睡眠的话呢 你染上新冠肺炎的几率 是比平常人多出2.8倍的 所以呢睡觉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睡觉的一个我们的资料啦 所以呢以下就有4样的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有一个叫做 美国的睡眠专家 Sleeping Doctor OK 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下 Dotter 3所提出的一个 麦克兰啦 这概论呢就是讲说每一个人呢 他都是有一种睡觉的模式 那来讲睡觉的模式呢 归类为4种动物 OK 所以大家就可以听见你的直觉 来猜一下你自己本身比较符合 哪一种动物的睡眠模式 OK 那今天呢我们只有4种 第一个呢就是海豚式的睡眠 OK海豚呢 我是讲睡哦 OK你就是要直觉就这样啊 不用讲多多重东西啊 第二个呢就是 狮子式的睡眠 OK 来越南 来越南 第三个呢就是 熊式的睡眠 Bear bear OK 第四个就是 Wolf 狼式的睡眠 你们自己本身觉得你们自己本身是 哪一种就别来一种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长颈鹿 对不对 喂 这个是那个Dr.Brios呢 他经过了一些很多年的研究 跟research之后 得出了四种结论 OK 但是怎么得出来我不知道 所以第一次是海豚 第二次是 狮子 熊 还有狼 熊就是趴着睡的啊 不用 都讲拒绝 你们这些女人 哦 火掉死了 我男人 OK 进去选海豚 女人选海豚 我比较concent的是 他是不是趴着睡 然后大概这样听 好像感觉只有狮子 是趴着睡的 其他好像躲到桌子 OK我选狮子啊 OK 我们就选了 我自己本身是选海豚 那是不一样的 那在跟大家揭晓 我们的答案之前呢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Dr.Brios 他透过这个研究的 这个结果呢 其实只是供参考 因为呢 每一个人呢 他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节奏 或者是生理时钟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 可能是一点点的出入了 OK 现在就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睡眠模式到底符不符合你选 第一个呢 就是有海豚式的睡眠 海豚呢 我们觉得说在睡觉的时候 都是半脑式的睡眠 也就是讲 大脑呢 一部分都在休息 但是另一部分都是在保持警惕的 OK 因为呢 海豚呢 这个动物啦 他属于浅眠的一个生物来的 所以呢 他在睡觉的时候呢 是很容易被外界的环境所干扰 也就是讲说可能开一下门啊 或是人家踢一下那个床 你就突然间起来了 所以你是很浅眠的 所以呢 在你清醒的时候 你是有很强的紧张感 但是 海豚这个生物呢 它的 它的特性就是 它的思维很敏捷 然后又是完美的主义者 所以呢 大多数的人呢 他都是 会非常的 非常的敏捷 做东西是非常的有效率的啊 那对于海豚来说呢 早上六点半 起床 晚上十一点半 睡觉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表 然后早上的时候呢 他们也希望说 可以 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早餐 做为他们的 这个start up的一天 这个就是海豚的一个睡眠 早餐的确是要吃饱一点 下午才有 我觉得早上的脑 会比较清晰一点 我本来想 试着这样早醒来做运动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你们两个明明开始 六点半这样起床 我其实 我其实 只要天亮我就自动起床了耶 嗯 嗯 因为像你讲的有点千年 我只是看到天亮罢了 我的人是 虽然我是睡着 但是我的脑子已经是清醒的状态了 就我咧我咧我咧 OK 狮子的话 狮子的话呢 狮子就是天生的领导者 OK 他们天性呢 是很会想东西 而且精力是非常充沛的 一旦清醒的时候呢 就会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OK 像狮子一样 就是这类型 全这类型的人呢 很多都是CEO 或者是企业家的材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类的人呢 他们都是早出 或是晚会的 然后他们是非常喜欢有社交的活动 生活跟饮食都是非常有规律的 所以呢 对狮子来说呢 早上五点半起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然后晚上十点半开始准备休息呢 就是一个 就是十点半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时间 然后呢 规律的三餐呢 他们都会要求营养要均衡 然后也希望说可以有一个适当的运动 让他们的精力是up up 所以哦 我觉得某个程度有点准备 除了那个手腕那些以外 因为哦 我今天真的回复于做运动 我今天真的回复于做运动耶 我真的是因为我之前从去年十一月开始 我停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就是觉得 好好好内疚感好深那种 最近才开始就这几天才开始恢复运动 我真的觉得哇整个运动啊 整个人真的是比较不一样耶 对啊我看到啊 你还脱衣服拍照吗 没有 那个 哎呀这样流汗嘛 我看到你跳zumba而已 对对对对对 你是打吧他还是zumba 没有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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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跳zumba 那个zumba 反正就是那段时间我就上youtube啊去看啊 这样咯 我也是我也是运动耶 我应该是现在是两三天会运动一次 我觉得运动的人会比较精神一点 真的真的我现在是天天哦 我已经keep了天天都在做运动 反正因为我都只是挑一个二十分钟就好啊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脚太痛啊 嗯 嗯 好好那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另外两种睡眠了哈 ok 下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叫做熊式睡眠就是be ok 基本上呢在全球当中呢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呢都是属于熊式睡眠的 ok 熊式睡眠是躺着吗 没有讲怎样睡啦 ok 那在熊的部分呢基本上在全球百分之五十的人都是属于熊式睡眠的 那为什么呢因为熊呢通常都是在早上活动的嘛晚上就睡觉 所以呢比起狮子来讲的话呢熊的生活是比较安逸还有平和 而且呢熊是有非常强烈的睡眠欲 他们一天至少要有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他们的热爱交际思维开阔还有身边常常都要有朋友的 大个小的话呢他们最好的起来的时间就是早上七点 最好的睡觉时间就是晚上的十一点 那在早餐的部分呢他们就适合吃高蛋白的早餐 午餐就可能适合吃碳水化合物 然后呢有时也可以吃一下零食 还有呢晚餐呢也是可以就是吃得丰富点 让他们的身材一般上这些人他们身材都会稍微的比较肉肉一点点 这个就是我们属于熊的这个睡眠了 还好不是熊 那另外呢狼的部分啊 狼这个就最后一个了 应该在演化前 对啊没有错 因为在自然界当中呢狼通常都是在晚上他才开始活动的 所以呢基本上狼呢只有早上九点开始才能比较清醒 ok 因为所以这类型的人哦 他们一大部分哦都是很浪费了早上的美好时光啊 所以到对狼来讲呢早上的七点半 建议讲说七点半就好就是起床了 那一般上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说狼都是晚上才睡觉的嘛 所以呢他们都是基本上到了半夜的时间再来睡觉 而且是比较喜欢甜啊或者是脂肪比较高的食物 所以呢这类型的人通常都会有一点过度肥胖的迹象的 但是我们如何呢综合这四种 然后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 主要呢就是看大家自己本身的这个生活作息啊 但是呢Dr.Rios呢这个sleeping doctor 是非常professional的doctor呢 他就讲说基本上人和一天里面最好就是保持着七个小时半的睡眠 但是这个七个小时半的睡眠 是从你真正睡下去的那一刻开始酸起 而不是等你躺在床上就开始酸起 是要等你直接睡下去的七点五个小时 那如何呢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是要记得的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都过得很完美 所以还是要按照你自己本身的工作啊你的生活 来做出调整的啊 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正式相处的方式呢也可以睡觉多过一些时间 避免吵架了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可能也等于在训练你自己的耐性 我觉得就是还有你的忍气吞声的能力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有很多的争吵 但是有时候可以解决这些争吵 就是你可以赶快地忍下来 可能一切争执就没有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这一次可以呃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先想清楚 可能给自己十秒的呼吸时间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吧 好啦反正我就是觉得说以前我们公公婆婆都有讲嘛 电器坏了是修理不是丢掉 那现在的年轻人都去像丢掉那个电器 所以呢我还是觉得说虽然讲说现在相处之前变长了 但是也是一个很好去了解跟接纳对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你的生活伴侣 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段就是行动短制的这段期间 好好地了解你的另一半之后呢 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才会走得更加的远 顺便修身养性 对我觉得就把它当成过往的这一个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体验啦 考验一下大家嘛对不对 这样原来才发现到讲说有些东西刚刚好就好 太多也会呃 太少就可以了 对对要记得距离产生美啊 一定要有保持人跟人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 给对方1.4的空间 这样才会大家走得更加的开心 好啦那我们这一期的鸟是生非就跟大家分享在这边 希望说到能够有一些些的体悟跟感想 如果小鸟们呢有任何的经验就在家跟大家相处的模式啊 或是发生什么证实的话想要跟我们分享 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就是我们的Facebook.com slashAgreeOrNot003 A-G-R-E-E-O-R-N-O-T-003 OK 好啦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 希望大家有学到任何一点点的东西啦 那我们两次就下一期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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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